今天网络人们吹底下视频 音乐跟做人一样 一旦上了境界就再也下不来了 确实 等会儿这是个什么乐器啊 好家伙能看到这根竹子上 均匀地分布了13个大小B的孔 道具组织应该是随便找了一根竹子 往上打的样也太随便了 气口和动作还对上了 就是这个执法吧 你在干吗 我在做底子 他拿的这个乐器呢 底部是有根的 吹口是外启口不是内启口 有点像齿巴 但是长度有点太长了 不知道有几个启口 他这个嘴是一点都不动是吧 甚至都不愿意张嘴吹口气 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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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个 他小时候吹的是齿巴 前面有四孔 吹口是外启口 但是就算中指没有直孔 也不应该竖起来 因为竖中指很不礼貌 这个嘴也不动 从小到大一脉相传 这个剧还是很严谨的 好怪 再看一个 好我们看到他的中指有直孔 再结合他的这个长度 这个就是现代做的仿唐口的销 现代厂 我的书艺师 这次更过分 上嘴串对着吹口 你搁这当吸管 这就不还原了 离谱 小语哥 你能不能把你的玩意 别到腰里去 听得我心烦 我吹香可是有些名气的 这么吧 这支曲啊 你听不惯 我换支好听的 你别吹了 你不懂音律 给你吹也是对牛弹琴 我是没有想到的 吴奇隆老师的执法规律都是对的 而且还能吹出个调 表扬 做什么好呢 长相思 又是李东学老师 李老师是专门有学过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可能找的老师不太好 除了执法规律不对以外 我们笛子的口风是拉开的 如果像李老师这样收起来 收音就会很奇怪 就像这样 先帝去世以后 很久再没有听的 这么难听的 声音了 请不吝点赞